数位电视与LCD显示器时代来临 产生大量的废弃映像管显示器 大业大学环工系教授李清华 带领学生以失事冶炼法 成功将废映像管荧光粉所含的 油、乙、心、铝回收 不但减少环境污染 也让稀土与有价金属资源回收再利用 因为我们环保署有要求含CRT的荧幕 包括电脑或电视机 必须要做妥善的回收处理 在回收处理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所谓的废CRT荧光粉 因为废CRT荧光粉中含有有害物质 所以目前都必须要经过特殊的最终处置 不过很可惜的就是经过最终处置后 废CRT中的油价稀土油跟乙金属就没有办法被回收再使用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油价稀土的油跟乙 无法被使用 所以我们实验室就特别针对这个 废CRT荧光粉进行油乙的回收研究 那它这个价值 那以稀土元素油来说 它的最高价值可以到达一公斤二十万 那像乙的话也曾经高达七八万 所以单就这个油乙金属的价值来说 它是十分有价值的资源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回收再使用的话 那对这个天然的油乙稀土元素的开采 也会减轻它对环境的冲击 那目前在实验室所学的这套是视线连法 到业界上所使用的视线连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实验方法 那目前我在实验室所学完之后 到业界上工作 其实就可以很快的衔接上 业界的回收方式 对 这个动作就是要让我们的有价产品 跟那个我们刚刚的议题去做个分离 然后把有价产品拿出来这样 所以这是所谓的湿式分离 就是单纯是把它分离掉这样 把有价的部分跟 那个被不要的部分拿起来这样 李清华教授指出 印象管含有重金属 回收处理后会衍生大量的废荧光粉 目前世界各国都以固化掩埋来处理 因未能回收再利用 以致稀土与有价金属白白浪费掉 研发出废印象管 荧光粉资源再生的方法 这套技术还可以处理电浆电视 日光灯与LED灯具的荧光粉 具安全性、进步性 以及产业应用价值 相关技术并已取得专利 公益频道张华允大春采访报道